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貫徹教育興奧、人才應興奧的理念 致力推動人才、培育及青年工作 制定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-2030 及澳門青年政策2021-2030 逐步推行相關規劃及政策 加強師資培訓、不斷提高教學質量 在持續支持非高等教育發展的同時 加強對教育公帑開支管理 保障其合理及有效使用 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落實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的干擾 部署公等教育高等院校短中期擴招工作 推導公等教育可持續發展 支持院校透過對外合作推動科研發展 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 建設聯合實驗室務實有序 推導高校高等教育研發成果產業化 及大學產業園的建設 利用澳門高等院校旅遊教育 及蒲魚教育的經驗及優勢 進一步發揮澳門、粵港澳大灣區 旅遊教育培訓基地 及中蒲商語人才培養基地的作用 加大力度培養高質素旅遊人才及中蒲商語高端人才 創新人才、引進機制及政策 打造更具吸引力、更開放的人才發展環境 制定澳門人才發展總體戰略及人才引進相關法律、法規 出台人才回流的政策 啟動新一輪人才引進的工作 建立公平、公開的人才評分制度及評審工作機制